好花莲发生规模7.2强阵重创台八线中横公路 也是目前最严重的路段之一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搜索队已经挺进到了 刚购名隧道跟九区洞之间的第二名隧道 在这边发现了两辆车 但目前还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受困以及它的伤亡状况 而从这两辆车可以看到呢 车顶跟车身有多出变形 车窗也破裂覆盖了厚厚的沙尘泥土 目前中横路段已经累计600多人受困 一路从燕子口刚购名隧道跟九区洞 这三个点大多都是精英员工居多 已经接触了35人持续的强救当中